我 我说你自己跟自己叫什么劲 你自己报个自动挡不好吗 现在谁爱开手动挡啊 他哪个总不是我自己报的班 越想越生气了 莫名其妙被人报了个班 还口口声声地说天天来接我 刚过完比试 第一回上市人就没影了 男朋友啊 不是 听你这口气关系不一般啊 手段不一般 还好我没上当 要不然我就成了办公室的笑话 说说说说 我给你听名理 教练 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二十五 怎么了 那你会认真的 喜欢上一个 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女人吗 会啊 我也很好奇 和姐姐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呢 要是不会聊天别想聊 你怎么上来了 不好意思 教练 特别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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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 我哥们在家校嘛 你不是打算不理我了吗 为什么 就因为你没答应我了 再说了 我又没给你机会拒绝我 我这不是一直在想折 看接下来怎么办吗 那我想问问你 你之前交的那五个女朋友 有比你大的吗 没有 可是我还看到你 果然 跟你那哥们一样 难我满足好奇心了吧 我发现你真是一个 特别不自信的人 你知道现在 像你这样的女生 有多稀有吗 你不用捆捧我 咱们这辈 几乎都是独生子女 最受影响的就是女孩 以前咱们父母那辈 家里好几个孩子 女孩可能不受重视 但是现在呢 在家里边 女孩都是被捧在手心上 长大的那个 可是你不一样 之前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见到你 我就会觉得放松 心情就会好 相处久了 我才发现 你就像我喜欢的那些云一样 永远不会正当主角 风能吹散你 雨也能下垮你 但是你总能自我修补 不娇气 也不矫情 抬头看天 天生有云的时候 一定是个好天 我知道 帮公司恋情不容易 更何况 你还有个没分清楚的前夫 但是只要你点头 所有的困难 我来拍片 我不是不相信你 这就好像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只要我想去一个地方 不管路多难走 要倒几趟车 只要能倒就行 只要能倒就行 就算我想去一个地方 我也要评估一下路程 看看 是不是费时费力 你觉得我是费时费力的人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所以我害怕 我不确定 我喜欢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能是